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陵中国 南街柬埔寨 东陵越南 西北达缅甸 西南皮莲泰国 老挝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 也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老挝 了解这个中国的静林 老挝境内80%为山地和高原 且多被森林覆盖 有印度支那乌济之称 历史北高南低 北部与中国云南的滇西高原接壤 西部是湄公河古地和湄公河及其支流沿岸的盆地和小块平原 万象是老挝的首都 它是一座历史古城 一直是老挝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万象亦为檀木之城 据传 从前此处多檀木 由于城市沿湄公河岸延伸发展 城新月形 因此万象又有月亮城之称 老挝对外关系奉行和平 独立和与各国友好的外交方针 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重视发展同周边邻国关系 改善和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为国内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老挝坚持多方位与多种形式的对外交往 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合作 加强与东盟国家目离友好 积极争取国际经济和技术援助 老挝国民大多信奉佛教 佛教被尊为国教 65%以上的人信奉佛教 1961年 老挝宪法规定佛教为国教 因此他们的经济也多与佛教有关 人们不能随意用手去触摸佛像 更不能用身体的任何部分接触佛像 也不能对佛像随意评论 老挝虽然大多数信奉佛教 但佛教徒也吃一些肉 僧侣每天只吃两餐 过午不时 老挝的习俗也有其国家地域特点 气候炎热湿润的老挝 人们的衣着打扮具有明显的热带风格 各民族的服饰各有特色 男人的服装比较简单 妇女则喜欢穿统裙 在老挝 人们认为头是最神圣的部位 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触摸 不能用脚对着人 或用脚开门或移动东西 日常生活中 老挝人与客人见面时 一般都是师和师礼 即左右合掌 食指并拢 置于胸前 按照传统习俗 老挝人忌讳陌生人进入内室 不经主人邀请 或没有获得主人的同意 不要提出参观主人的庭院 和住宅的要求 即使是比较熟悉的朋友 去与老挝人家做客时 也不要去随意触动 客人物品和室内的陈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